长期以来 美国把台湾问题作为套在中国政府脖子上的脚索 总是打台湾牌来从中国身上获取战略利益 已经让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让步 在亚太地区美国崛起了很多很多的利益 应该说长期以来 尤其我们从军事工作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憋气的 很多人早就憋了一股劲 那么这一次俄乌冲突又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 战争一旦发动就没有回头路了 那打之前就一定要想清楚怎么打 怎么拿下来 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 通常而言速决战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79年我们对越自卫反击战28天 打完快打快撤 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 异常战争 很多很多百分之99的战争 都是你无法控制烈度和时间的 1950年6月25号发生的朝鲜战争 我们是10月25号入朝参战 我们叫抗美援朝战争 谁也没想到打了三年 最后实际上我们完全撤回来是58年了 8年之久 而朝鲜战争 我们叫抗美援朝战争 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 才打赢在最后 这个理直气壮的讲 我们是打赢的 因为我们制案军入朝参战的时候 战线是快接近鸭绿江 而战争结束停战的时候是在三八线上 也就是说战线往南推进了580到640公里 再加上在当时那种极丹特殊的武器装备的差距之下 我们中国人民制案军能把仗打到这个程度 我们理直气壮的讲 我们胜利了 美军自己也认账 武器装备的差距 陆海空三军竟然把仗打到这个程度 美军是输了 这是美军自己认可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这一次乌克兰战争 尽管我们从多方面正面解读 在乌克兰战场上行事 觉得俄罗斯还可以支撑下去 因为从经济上来讲 俄罗斯没有垮 武器装备来讲 它还有很多的常规武器 前四五年给它留下的遗产 还可以支撑下去 它也没有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俄罗斯本身有一亿多人口 将近两亿人口 比乌克兰的人口要多得多 而乌克兰四千多万人 现在刨掉了一两千万 剩下一两千万 现在基本上要招女兵 连怀孕的女兵都要招 所以从乌克兰战场上看 尽管俄罗斯还可以支撑下去 但是毕竟 这是一个让俄罗斯不断流血的伤口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力 已经降到了零以下 是负的 短时间上口 如果这个仗打三年 五年 十年打下去的话 对俄罗斯肯定是不利的 当然了 以美国为主的北约西方国家 也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也难以为继 进退两难 很多很多的事实表明 乌克兰战场上估计 很快就会有个分晓 有个结果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将来收复台湾 就有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们中国四周 每一个方向 所有的不安定 背后都有美国的引子 中印方向 东海方向 台海方向 南海方向 半岛方向 如果没有美国这个脚屎棍 我们日子要好过很多很多 现在美国就是采取这种策略 用代理人的战争 鼓动着其他的国家 牵制中国 它从中获益 这个美国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也认为了 中国要真正的彻底的解决 自己的国家安全问题 和民族崛起 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必须要同美国掰手腕 不通过和美国较量 中国是起不来的 其中美国打台湾牌 牵制中国 这是它由来已久的一个策略